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文章 女人一生一定不要吃这四种苦 一起来听 古人说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中国人一直将能吃苦视为传统美德 殊不知人生之苦千百种 有很多苦你本不必吃 也应该避免去吃 尤其当一个女人过了三十岁 人生已过小半 应该有所领悟 用成熟的心态 开启后半生最好的生活姿态 那些盲目吃下的苦 从来不是人生财富 女人三十岁后 一定不要去吃这四种苦 透支身体之苦 听过一句谚语 有两种东西丧失以后 才会发现她的价值 青春和健康 最近几年 这样的新闻频频霸占热搜 某某某猝死 年仅三十 令人惋惜 而大多数的猝死 都发生在连续加班 熬夜刷剧等等 无节制的身体透支之后 复旦海归教授于娟 年仅三十一岁 便患上乳腺癌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她写下了这样的感悟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任何的加班 带给自己的压力 买房买车的需求 这些都是浮云 如果有时间 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把买车的钱 给父母亲买双鞋子 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 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窝居也温暖 我们总觉得自己还年轻 有用不完的体力和时间 直到病痛来袭 才感慨 人这一生 没了健康 都是白忙 有人说 只有病痛和死亡 才是最好的鸡汤 讽刺又真实 生命脆弱 稍纵即逝 透支身体健康的人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不知道哪一天 就突然消失了 对女人而言 三十岁 是个分水岭 二十多岁 你肆无忌惮地熬夜 即便通宵 第二天依然活蹦乱跳 三十岁后 你发现熬夜透支健康后 留下的除了黑眼圈 还有不堪重负的身体 人生没有什么事 值得你去消耗自己 有人替你开车 有人替你花钱 却没人替你生病 一日千里的透支 都有我们偿还不起的代价 女人三十岁后 少一点放纵 多一点自律 循规蹈矩的日子 也能过得诗情画意 亏待生活之苦 沐昕说 一个人到世界上来 来做什么 爱最可爱的 最好听的 最好看的 最好吃的 快意人生 不过就是吃最爱的食物 买喜欢的东西 过想过的生活 那些缠了好久的美食 想吃就去 不要等到打烊了 你才捂着肚子后悔 我该早点来的 那些想了几个月的衣服 喜欢就买 不要等到下嫁了 你才深感惋惜 早知道就买了 不要总想着 往后要花钱的地方 还很多 赚得不多 还是省省 省下来给孩子买衣服 给父母买保健品 给爱人买双鞋 总对家人大方 对自己吝啬 总是照顾别人 亏待自己 明明二十多岁时 是个对自己大方的姑娘 却在三十岁后 活成了忘了自己的傻子 人生短暂 善待自己 讨厌的人就拉黑 喜欢的人就表白 生厌的东西就扔掉 看腻的照片就删掉 不开心就好好睡一觉 开心了就约三五好友 唠一唠 无论何时 女人都不该辜负生活 亏待自己 年岁会增长 身体会衰老 人生充满了不可逆 但是 每个女人 都可以选择优雅的老去 愿多年后 当你站在镜子前 仍能看到一张 干净整洁的脸 眼底写满故事 脸上 却不见风霜 你要好好地活 为自己而活 不要总是辜负生活 亏待自己 与人身上所有的焦虑和委屈 都是亏待出来的 你亏待自己的一切 都会慢慢堆积在脸上 形成一股力气 与人三十岁后 不亏待生活 不亏待自己 才能一直优雅到老 委屈求全之苦 作家习慕容说 人的一生 应该为自己而活 应当学着喜欢自己 应当不要太在意 他人怎么看我 或他人怎么想我 一个女人 就算再懂事 也不见得受人喜欢 活得幸福 最近 每剧致命女人活了 剧中 有个叫贝斯的家庭主妇 是一个懂事的女人 和老公罗布结婚后 为了丈夫 放弃了梦想 为了家庭 他无私投入 终于 他将自己 熬成了黄脸婆 却惨遭丈夫背叛 得知丈夫出轨后 为了家庭完整 他隐忍不发 选择原谅 却也没能换来 丈夫的回心转意 他一再委屈求全 却只落得 家庭支离破碎的结局 现实中 很多女人 面临同样的困境 二十多岁 意气风发 不卑不亢 三十岁后 战战兢兢 委屈求全 尤其婚后 屏蔽自己曾经的 社交圈子 搁置自己的兴趣爱好 为了家庭 日复一日的现身 反而导致爱人嫌弃 于是 你怪老公不体贴 你妈自己瞎了眼 可这一切 不过是你自己的选择而已 你可以选择保全完整 吞下委屈 也可以选择活得精彩 成全自己 日剧风平浪静的闲暇里 女主便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她本是一个习惯看人脸色的女人 为了迎合同事和男友 压抑自己 委屈求全 结果换来同事的嘲笑 男友的厌弃 看清现实后 她决定换个活法 开启新生活 二十多岁 我们害怕寂寞 觉得朋友越多越好 三十岁后要接受孤独 学着和自己相处 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活成一座孤岛 为了对抗孤单 勉强自己去合群 不曾想融入不合适的圈子 比孤独更难受 女人三十岁后 别在不合适的人和世上耗费精力 你最应该取悦的是你自己 首先朝上之苦 心理学家伍志宏说 爱情的正确与否 关键不在于找到正确的人 而在于 你能否将自己的内心 修正成正确的 知乎上 有位网友分享了一个故事 女人和男人逛街 看中了一条裙子 男友一看八百块 觉得太贵 不同意买 女人不依不饶 两人发生口角 男人一怒之下 将女人拉到店外 捡起一块砖头 将她砸伤 为了几百块 不惜砸伤女友 这个男的实在太可恶 比这更可恶的是 女人连自己买一条 连衣裙的底气都没有 不仅要看男人脸色 还差点丢了性命 二十多岁 你总相信爱情 以为有男人就有一切 三十岁后 你要相信自己 学着人格独立 与人独立 才有底气 当你经济独立的时候 人格才会独立 不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祈求别人爱你 一个独立的女人 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不仅有一颗充满自信的心 还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能力 杨将陪钱中书 去牛津留学期间 即便不是正式学生 也坚持当旁听生 继续学习 旁听的日子没有功课 他便自己订课表 去图书馆看书 将一本本书细读 努力把自己欠的文学课程 一一补上 由于他不断地自我精进 后来一回国 便接到母校振华女中的邀请 成为上海分校校长 生活的美妙 不仅仅在于一书一范的温馨 更在于努力前进的步伐 即使天寒地冻 路遥马王 也要做人格独立的女人 保有对生活的热爱 对梦想的憧憬 让自己活成 足以与风雨抗衡的木棉 而不是只会攀缘的灵霄花 哪怕与非常优秀的伴侣 走进婚姻 也保持独立 在任何困境中 都能创造条件 自我成全 女人三十岁后 要学会自我成长 不是为了男人 也不是为了保全婚姻 而是为了成为一个 更加完整和富足的人 能吃苦是女人的美德 不盲目吃苦 是女人的智慧 别吃透支身体之苦 丢了健康 都是白忙 别吃亏待生活之苦 委屈自己 长出力气 别吃委屈求全之苦 取悦别人 丢了自己 别吃手心朝上之苦 看人脸色 活得憋屈 有人说 女人是二十多年的公主 一天的皇后 十个月的贵妃 一辈子的保姆 短短数语 道尽了女人一生的轨迹 瓦尔德说 爱自己 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愿三十岁后的女人 学会接受时光的洗礼 接受年华的老去 学会在岁月的长河里 善待自己 今天的内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文章 记得在文末点个赞 晚安 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